好 看完这个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 你可以看到在郭台铭今的角色 他也告诉大家 今天他就是host 就是要来办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的这个人 但是今天郭台铭拿起麦克风的时候 他其实也有发言抱怨 他说侯友宜当初答应他说 只有自己会参与三方会谈 但是现在马英九跟朱丽伦也都出席了 郭台铭还用不速之客来形容这两个人 可跟我们当初的约定不太一样 因为我特别问了侯市长 你是不是一个人来 然后我一个人来 那我说马前总会不会来 他不会来 我说朱丽伦会不会来 他不会来 所以我们在楼上准备2538的房间 我刚刚在准备地方 只有准备三人的位置 那所以现在呢 临时我们刚刚 我跟柯主席几乎都挤得热锅忙 麻烦 因为今天呢 饭店的总经理也在忙 这里有一个慈善晚会 对于这个早上 我记不清楚 但我们就没办法调动人员 所以我们要重新整理房间 所以我们本来开的是25楼2538的会议室 现在三个座位要改成五个座位 现在饭店人员忙成一团粥 忙成一锅粥 要整理从三人站变成五个位置 另外这个文耀侯市长说 这个贵客来 朱主席也来了 到底将来谈判 是站在候选人的立场谈 还在国民党的立场谈 还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谈 这中间有所偏操 所以我不想 朱主席是站在 这个 将来我们是政党协商 那对不起我就退出 因为我不是政党协商 我没有资格 但如果是政党协商 那就是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谈 我等一下就退出 因为我没有被 我没有possession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说不是政党协商 是三个人整个在野大联盟 或是叫主立民意大集 这个主立民意的这个大联盟的话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 和柯郭一起来谈 那现在朱主席来了 我真不晓得 就会把整个立场 possession 不同的angle来看 那现在马贤总统已经听清楚 他只做见证 那另外一个朱主席 我不晓得 这个是在 是国民党立场来谈 还是国民党候选立场来谈 这两个有不同的angle 我想问一下朱主席 他要告诉我们 他站在哪个立场 那我这样好调 我们好调座位 好调方式 好不好 请助理席回答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